可是投個球,她很有可能隔天身體就全身的痠痛 痛到不能動都有可能 因為覺得美女就是一些異性見面的大古小平的愛情防禦力這麼高 大家也很好奇,那她喜歡的類型是什麼呢? 好,講完超黃的第一項就太熱血了 現在第二項呢,是超多人不知道的 成為超一流的大古小平 現在仍然持續著的 從高中時期持續的XXX 提示一下,這個全美都讚嘆大古小平 是她的神對應的秘密 好,公布解答 大古選手她從高中開始的東西叫做 曼陀羅計畫表 據說這東西起源於佛教的世界 會用繪畫去呈現代由教會的東西,演變而來的 那現在所說的曼陀羅計畫表 她的做法是在中間寫一個大目標 然後往外寫出一些想法跟行動 是歸納你行為的一個標格 簡單來說呢,就是目標達成的紙張 然後寫出一些為了達成你的目標必須要做的事情 那給大家看大古小平選手在高中的時候寫的曼陀羅計畫表 這邊看到ドラフト1 為了要從八大球隊得到第一職名需要做的努力這樣子 那從這張也可以看得出 她當初是想要做投手去進入職棒的世界 那我覺得她在高中的時候就有這麼明確的目標 而且看清想透她要做哪一些努力 就已經是非常厲害的了 我們現在來看,雖然現在離她高中實習已經過了十幾年了 但有些項目她現在仍然持續在繼續做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她有一部分的表格目標設定是運氣 天啊,她連運氣都是自己製造出來的 那現在來出問題問問大家 你覺得你要能夠抓住自己的運氣 你覺得必須的行為是什麼呢? 現在這邊可以看到有打招呼啊 打手房間啊,正面思考啊等等 那還有其他的項目大家覺得是什麼呢? 那我就用影像來公布答案揭曉了 大股商品選手從高中時期做到現在 為了抓住好遠坐的事情是什麼? 請看 那第一個是撿垃圾 比賽中她也會撿垃圾 從來沒有這種選手 那她本人則是說 我在撿別人丟掉的運 哇,真的好哲學喔 再來是愛惜道具 欸專家呢,她開始慢慢比較有顯現一些她的情緒 偶爾有丟棒的畫面 可是她本質還是很愛惜道具的 那我想真的是壓力應該真的大到不行吧 身為高中生你就能夠想到自己又成為受人愛戴 值得被應援的人嗎? 天啊,這個心智是不是也太前衛了 身感佩服 她很厲害的是 真的是把目標給非常的具體化 可視化 並且是真的全新的在執行她 那再來最後第三點 就是她的秘密在於她的 棒球套 那每一個人都是量身訂做的 我原本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但確實呢 那個手感一定是影響很大 是非常重要的 那她的秘密在於她使用了 重型的棒球手套 那很多人可能會以為 投球的投手棒球手套應該沒什麼關係 但其實關係可是非常大的 而且投手用的棒球手套 還是特別深奧的喔 這個是我看到日本棒球迷 非常內行的人這麼說的 因為我們外行人都會覺得 投球我好像又用不到 另外一隻這個手套的那個手 那這樣棒球手套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那首先這個棒球手套分成 重型的跟橫型的 重型棒球手套套起來 是比較放鬆的種類 橫型是比較用力的型 今天可以看到這個重型的手套呢 它是適合這種 將身體重型的去甩 去甩的一些身體的這個姿勢 就像這些選手們 然後橫型的手套的話呢 可以看到她會是用這個整個手掌 去緊緊的用力的握住這個手套 然後去投球 然後可能還會旋轉一下 對那這個真的是一般人不知道的 原來手套有分成重型跟橫型的 真的是大開眼界 而且原來手套影響球員這麼大 一開始連知道每一個人都要定做 我都覺得有點驚訝 然後說欸 就沒有想過 像大鼓翔平一樣 用重型的手套的選手呢 還有尖野字姿跟暗笑姿等等的選手 對那橫向的話 它的那個手的動作是這樣子 橫向的話它會比較好握 所以是比較用力的選手會比較喜歡使用 然後像日本橫型的棒球手套的代表選手 可能就是這個橘齒熊型 然後我看到日本的節目還有介紹到 有些日本選手他戴的一些他自己個人的特殊棒球手套戴法 對就每個選手他的這個什麼手型 就是他的姿勢都不一樣很有趣 這邊有示範一下 就是一般人可能會是這樣子戴 但是那個選手他確實會這樣子戴 就是手指外露在外面 所以說可以看到這個棒球選手他自己定製的手套呢 他的這個外面的這個手指套的這個位子 跟別人不一樣的位子 對像這樣子 一般的這個手指套的位子 它是在十指的位子 但是這個選手的話呢 他的手指套的位子呢 是被坐在十指跟中指之間的這個中間一點的位子 所以就真的是依照每個人的習慣喜好 真的是要量身定做的很有趣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是大國商品選手的手套喔 這個是一模一樣的等身大然後同款 然後可以看到他的手套真的超級大的 他手好大喔 這個日本人他說他自己平常使用的是 左邊這個紅色的 然後大國選手的是 右邊這個這麼大 然後他的尺寸差了非常多這樣子 然後呢這邊有介紹到說 大國商品選手他對手套的堅持 就他的手套跟別人比較起來 好像就是每一個地方都會多了一公分 就是做的比較大一點這樣 但是我看節目大概也就是介紹到這樣 他可能應該有很多的他自己的這個企業機密嗎 就是可能他自己的私人的秘訣秘密 可能不可以讓別人知道 就大概介紹是這樣子 好那今天大家有沒有更認識了大國商品選手這個人呢 有沒有覺得有很多的新發現很有趣 如果覺得影片有趣的話一定要幫我按讚 然後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對哪一件事情感到非常驚訝 也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歡迎分享給朋友 那我們每天還有用Facebook Instagram 用中日文去分享資訊也歡迎追蹤 還有其他的類別影片也歡迎來看看喔 那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 掰掰 好 拜拜 好 ��릴게요 好 ��릴게요 好 謝謝 好 ��릴게요 感谢观看